所以下一个问题 对5B的风险评估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啊 我再次强调 并不是说我们要单独做什么特殊的程序 而是这是一个态度认知 也就是在我们前面做的风险评估程序当中 我们有一个态度 有一个警惕性的心理 有个职业怀疑态度对吧 然后根据我们收集的信息 看有没有5B的这种可能 所以呢咱们来看一下 说针对5B的风险评估 相关程序是什么 看一下大屏幕 那对5B的风险评估程序啊 这话是这样的 什么呢 询问分析程序 评价5B风险因素 项目内部讨论 考虑其他信息 那其实呢 询问程序 分析程序 项目组内部讨论 报其他信息考虑 其实我们前面都讲过 都有的对吧 在我们第一节都涉及到 只不过 多了一个5B因素的评价 而5B的分因素 这个呢是基于我们收集到的信息 加以考虑的 并不是单做什么程序啊 这都要注意 要是我们通过观察 检查啊 那我们来看到的这些 那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看有没有5B分因素 这么个意思啊 那然后呢 咱们来讲一下 对于5B分因素 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咱们放到最后来讲 所以咱们先把前面四个来说了 然后最后讲5B分因素啊 那首先第一个询问 询问程序啊 这块 那问谁呢 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说过啊 询问程序 那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在询问当中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问管理层 问管理层能获取的 主要是员工舞弊 所以问管理层 我们可以获取有关员工舞弊 导致的财务保中下错的这个信息 所以询问当中 咱们再问管理层 也要在这里考虑相关信息中 说表明有这种员工舞弊的问题 但是呢 你问管理层 是很难获得管理层舞弊的这个信息的 所以这个咱们得知道 你不能问管理层 我们让你们管理层舞弊 这样是怎么说 那比如说你看啊 一队企业领导 对吧 然后这管理层对吧 然后问 现在我想谈谈 对吧 咱们管理层舞弊的 这个情况有没有 管理层这些都很尴尬的看着你 对吧 尴尬看你什么 哪冒出这么一个这么愣的一个人 对吧 哪能这么问呢 当人面问 没法问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 问这个问题 就不要往这边问了 对吧 那当然 我们还可以问什么 内部其他人员 来问他们所知悉的任何的影响 被难为的舞弊事实啊 舞弊协议啊 对吧 舞弊指控啊 这类的 都问哪些人呢 这问这人 你很讲究啊 有些人能知道的 咱们才能问到 这里舞弊的可能 那有些人你问 他就根本不可能知道的 明白 主要是 不直接采取财务报过程的业务人员 那你看 他就能知道 为什么呢 他不是采取财务报告的问题 没有立官在其中 赛偶 拥有不同级别权限的人 那特别有一些级别相对高的 你看 他就可能会知道一些信息 因为级别低的话 他肯定很被动 他很难知道 他要知道 可能所有人都知道了 关键是级别高的这些人 那么内部一些会议呀 对吧 那可能会停的 再有呢 对于那些参与生成处理或记录 复杂异常交易的人员 也对他们做监督人员 对于这种异常复杂交易的这一块 好了 往往有舞弊的机会 后面咱们会讲 那相当的 这种处理人员 监督人员 他们更知道 在这种复杂交易当中 异常交易当中 存在的一些 舞弊呀 或舞弊协议的 在法律顾问的 负责道德事务的主要人员 或者负责处理舞弊指控人员 那这类的 他们的工作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 涉及到舞弊的问题 所以他们更清楚 包括舞弊嫌疑 那包括舞弊的指控 都在其中 所以这时候 咱们知道 问这些人的时候 除了我们一般该问的情况 就咱们前面 询问程序讲过 除了那些之外 我们还要在这里面 在询问当中 顺便要考虑舞弊的可能性 然后询问的内容 我们一般像管理层 能问什么呢 这个问问 这主要是一道员工舞弊这块 所以呢 说首先你与管理层 对可能由于舞弊导致 抓错风险的评估 其实这个呢 你想想 是不是在我们内控 风险评估当中有啊 企业他得有风险评估 对吧 所以我们在管理层 想询问时 那么顺道 他的风险评估 问问舞弊导致的这种风险 你怎么评估的 然后再有 你对舞弊的识别和应对的这个 对吧 有这种风险 你说识别 你会应对啊 这是你的工作呀 那再有 就舞弊识别和应对 他的过程 向治理层的通报 那注意啊 这个不要去说那没有 是有的 这是有的 因为呢 咱们各种各样的企业啊 这无论是国企啊 还私议 其实都是很敏感的 但是呢 较多的都是 还是在管理层这来看的 主要还是员工的舞弊 对吧 那管理层肯定要通报这个问题 向上面 说我下面这员工 那这类有一些舞弊啊 舞弊可能性的这个问题 以及 管理层就去经理念 道德关键 向员工的通报 其实就是什么 内部环境的因素 对吧 诚信道德价值观的问题 那这是啊 咱们向管理层的问的事情 这个咱们一般知道 但知道 这针对员工舞弊的这块 然后向治理层 向治理层 我们可以问谁啊 问到管理层了 对吧 所以 我想学生治理层 来讯定 如果那是否知悉任何 应该被你单位的 舞弊事实啊 舞弊协议啊 舞弊指控啊 那其实这里就开始 涉及到管理层的 舞弊的问题了 那你问管理层是 问到的是员工 问治理层 其实就涉及到 包括员工的重大舞弊啊 但是也包括管理层的舞弊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说 治理层对这种询问答复 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作为 管理层答复的一个 佐证其一 用前面问过管理层 啊 那么是一道员工的重大舞弊的 那些治理层 他也是知道的 对吧 然后呢 如果有内审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问内审 你所知悉的舞弊事实啊 舞弊协议舞弊指控啊 包括说这些人对 舞弊风险的看法 那这是我们主要问的 这些人物啊 问的内容 然后询问说完了 我们做分析程序 做分析程序时要注意 说这是分析程序 来了解辩论答案为 及环境实验 我们来评价 说识别出的异常的关系 或者偏离预期的关系 那原来呢 我们来评价这个信息 是考虑 重要错误风险 对吧 现在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 深入考虑 就你脑里崩壳 并光是重要错误风险 你要考虑 是不是可能是 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误风险 所以这个并不要单独 在做什么程序 就在咱们前面 所说的分析程序当中 一并做的 然后在这里面 脑里崩壳 说哎呀 这是不是有可能 是舞弊导致的 那这就可以了 那这里呀 咱们举例 比如说我们发现 被人单位就有高速增长 或者有异常的盈利能力 特别是与呢 同海其他企业相比的时候 是这样的情况 那咱们要考虑 是不是不正常 对吧 那是不是舞弊啊 这类的 那再有呢 有时候我们发现 报表显出盈利 或者利润增长情况下 但今活动的先进流量 经常为负 或者今活动 不能产生先进流 那这也是一个异常的情况 所以这两个呀 咱们都要考虑 那是不是有舞弊 导致的重大错误风险 那虚假的利润 虚假的增长 那先流那话 说不了话 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不是说先流 绝对说不了谎 而说往往是 许亚利润这话 先流这话 他不说谎 就暴露出来这种问题 那再有 我们考虑其他信息 那么这个主要讲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 其他的业务当中啊 或其他的伙伙当中 所获得信息 说是否也表明 被人单位有舞弊 导致重大错误风险 那比如说项目组 讨论呢 客户承接续约当中啊 或者像被审单位 提供其他服务 获得的这种经验信息 包括呢 什么其中的这种审阅了 这类的 所以呢 在前面 咱们就讲过 翻译评估时 考虑这个其他信息 现在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其他信息 这里面是否有一些 表明舞弊的这个问题 那 那再一个 项目组的讨论 那 那项目组这个讨论的重点 主要是 报表 亦发生 舞弊 导致重大错暴的方式领域 包括舞弊 是可能怎么发生的 那这我们讨论 是一道舞弊的问题 对吧 当然再次强调 在这里面 讨论的当中 不能假定 官层治理层是 正直诚信的 前面说过对吧 所以呢 对于项目讨论的话 咱们不多说了 就是在我们第一节 是介绍过的 在这不多说了啊 其实第一节 让大家只是看一看 就行了 所以这些东西啊 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程序 完全是我们前面 做过的 然后呢 说在这个 做的过程当中 考虑舞弊的这种风险 这个就要知道就行了 然后紧接着 咱们来考虑 舞弊的风险因素 这个呢 注意 这要重点掌握啊 这块 舞弊风险因素 那所谓舞弊风险因素 指的是 表明 被人难为存在 实施舞弊的动机或压力 或者呢 为实施舞弊提供机会的 这种试下 或者情况 舞弊风险因素 那么有些事项 有些情况 那表明有种动机压力 那或者有机会 那么 首先强调 我们主要是要评价 通过我们正常的 说前面做那些风险评估程序 以及相关活动 获得信息 从那里来看 是否有舞弊风险因素 这是要做的 有没有一些 看到 让我们觉得 这是有动机压力的 会有这种机会的 就咱们刚才啊 前面讲过的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的内容 有没有这类的信息 那注意 说有舞弊风险因素 并不必然表明 发生了舞弊 但反过来 说发生了舞弊的时候 往往是存在着舞弊风险因素的 这个问题啊 这也是咱们从 这个西方学来的 那就舞弊因素这块啊 其实从哪来呢 从司法上 就是在司法判案当中 用了这个舞弊风险因素 就是动机压力 机会 此外呢 就是把它行为合理化的 这种能力 就借口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是在司法上有的 然后我们一看 这挺好的 审计一看挺好 就拿回来了 拿回之后呢 所有的案例分析 发现这样的 你存在着舞弊风险因素 不等于说一定 可以发生舞弊 就是 有这种动机压力 有这种机会 但是 他未必就有舞弊 那就有的人 他就这样 你可以想象啊 有些人 人家就是解身自好 他不是没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也不是说 没有这种动机 或者压力 但人家呢 能克制住自己 能克制住自己 虽然有了动机压力 虽然有机会 人家 并不会给自己行为 合理化 人家能克制住 自己内心的欲望 但有的人就不行 所以呢 这样的 有了因素 不等于发生舞弊 但是呢 你发生舞弊 你会发现 这几个因素 会凑全 那一定是有因有果的 说已经有这个结果了 为什么 那么我知道 可能有一部分人 就喜欢什么 看这种侦破片 对吧 这类的 那么这类片子呢 其中很重要一点 叫寻找犯罪动机 这个犯罪事实摆在这儿了 我们要找动机 找机会 这个 那你看 确实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 说舞弊发生时 通常就会有舞弊分音素 因此这样的 说舞弊的分音素 就可能表明 存在有舞弊 导致的重大挫暴 注意两个字 风险 不是重大挫暴 是重大挫暴 风险 说既然如此 有这因素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 发生舞弊的这种可能性了 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前面 做那些程序 收一道信息 来看 有没有舞弊的这种可能性了 那注意 对于舞弊 咱们说了 一个是需要财务报告的问题 边需要报告 一个是签资资产 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概括起来都是什么 都是舞弊因素是 实施舞弊的动机会压力 机会 以及借口 都这三个因素 对吧 那在这里咱们看一下 首先实施舞弊的动机和压力 那么这是啊 发生舞弊的首要条件 有动机 那或者压力 这是做舞弊的首要条件 那包括在座各位 大家来考试 有这东西 不好学 筑块 审计不好学 为什么要学 一定是有动机 或者有压力 咱们大部分学员可能基于一些压力 说我呢 得提升自己 来学的 对吧 那有一些呢 可能是有些其他的动机 反正呢 我要学 所以这是首要条件 然后呢 怪我动机 那或压力不行 还得有机会 实施舞弊的机会 那这个呢 往往来自于内控的问题 比如内控设计上的缺陷 或运行上的问题 那这个咱们是比较直观的表现啊 那么再有呢 就是为自己行为 需要借口能力 那这个主要表现为呢 使舞弊人的态度啊 性格啊 价值观呢 或者所处环境 能促起将行为 合理化 啊 这这个呢 也是很常见的 甚至有时候啊 哎 咱们注意到合理化打引号的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好像是很合无情理的 比如经常啊 我们来看到有一些啊 片子 啊 电视剧啊 电影都有这样的啊 就是真是犯罪了 那犯罪的话呢 真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我们会有时候会同情这个人 因为这是这个主角嘛 啊 或者同情某些人 那这个同情时候呢 主要是觉得 和他虽然有这种行为 犯罪行为 但觉得好像合理的 比如说经常听到一句话啊 说 很多的一些犯罪分子也这么说啊 说职务犯罪啊 或什么 他说 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那部分 因为我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了 大家一看 的确好像不公正 所以呢 这时候我只拿回属于我的 我不多拿 属于别人 我绝对不拿 我只拿回属于我的 这有错吗 好了 其实这就是为其行为寻找借口的一个能力 那么并不是说啊 为其行为找借口就是不对的 但是关键这个行为 对不对 行为是错误的 是犯罪的 是舞弊的 那就不行了 但是呢 做人是这样的啊 说做人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化的 我这么做是合理的 所以才能放心来做 啊 就是咱们很多人啊 都是带着这种什么 哎 包括社会啊 包括呢 他从小的受到教育啊 就给他带来一定的束缚 那 所以他做某些事情 天生带着罪恶感 说不能这么做 但是呢 又想这么做 所以怎么办 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哎 这么找借口了 合理了 就可以做了 就可以做了 真的可以吧 那我问你 看这个行为的本质 对吧 就这是舞弊的三因素 舞弊分离三因素 啊 那么 只要注意的是 对于呢 这个舞弊因素发生的话 他有时候是混在一起的 就有的时候 本身是侵占资产导致错报 但是同时可能又存在这些 与虚假财务报告 导致错报有关的分离因素 就有时候他们是相互关联的 尽管不一样 但是相互关联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存在别人需要报告 或签资产的导致错报时 那可能就会有 比如对管理层的监督失效 和其他内控缺陷的这种情况 那使得管理层 有的时候他可以 很方便的欠资产 很方便欠资产 但同时呢 他也可以很方便的 虚假报告 来掩盖欠资产的行为 所以有的时候 就因素啊 具体表现 他不是很单纯的 纯粹欠资产的 有时也需要报告的 同时具备 那就更容易了 对吧 因为他可以通过 另外一个行为 来掩盖这个行为 欠资产本身不对 但可以通过 需要报告来掩盖 就错上加错了 就是对吧 但是呢 注意 咱们说5B啊 这个事情本身 是很隐蔽的 我们一定要发言5B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我们可能识别出表明5B的动机或压力 或者是为15B提供机会的事项或情况 那这两个呢 就是所谓的5B分析素 一般我们最主要识别的主要动机压力 或者是机会 所以这两个最容易识别出来 相关的事项情况啊 而需要借口这块呢 那个就不太好识别 不是没有 不太好识别 啊 举个例子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出现 为了满足第三份预期 或者额外的全性融资 那么可能产生什么 实施5B的压力 那比如说我这边要发股 啊 会引入呢 这个投资者 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把我的报表做的好看一点 这样人才会投资我呀 那这时候有这5B的 压力 啊 有压力 因为不然的话 获得不了额外的融资的话 我企业可能发展很困难 嗯 这样一种对吧 那再比如说 说如果达到啊 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利润 这种目标 是可以获得大额的奖金的 明明这个利润目标不切合实际 但如果达的话 有奖金刺激 所以这时候会产生5B的动机 那所以动机压力还是不同 对吧 动机往往是内在的 压力呢 往往是外在的 那再有呢 就是说无效的控制环境 控制环境的问题 或者内部环境都行 那么可能产生实施5B的机会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来看都是动机或压力 以及机会 这是比较容易识别的 对吧 那么再有 对于5B资金因素的重要性 其实差别很大 就这几个因素啊 它差别很大的 我们很难给它排个序 那么对于背景单位 它的规模啊 它的复杂程度啊 包括所有学生特征 这个对考虑相关的5B资金因素 是有重大影响的 就是不同的企业 那么这些5B资金因素 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某个因素占主导了 有的是其他因素 那么有的时候还存在这种情况 说有的啊 这5B资金因素是在背景单位存在着的 但特定条件却表明没有存在重大测保风险 所以这点要注意啊 咱们说有5B资金因素这块 那我们要考虑可能存在着5B导致重大测保风险 我们说是可能 不等于说一定有 注意啊 咱们说有5B资金因素 首先不等于一定有5B 第二呢 其实有5B资金因素 有的时候也并不一定就表明 必然有重大测保风险 我们只是考虑 它的重大测保风险的可能性 这一定要分清楚啊 那么我们说确定5B资金因素是否存在 以评价 那说由于5B导致的 报表状况风险 我们说要不要考虑这5B资金因素 就是有没有5B资金因素 要不要考虑这个相关因素 这是有职业判断的 并不是这个因素在这 我们就一定考虑 有的因素 在这我们也不考虑 有因素 放在我们就要考虑了 所以这个注意啊 这些内容给大家补充进来 因为考虑可靠 那么再 我们这里举例啊 就是需要财务报告的话 那与别需要报告 导致错报相关的5B资金因素为例 我们来说一下 5B的三个资金因素的具体表现 这个呢 对我们考虑来说 其实有比较大的这个重要意义 但是呢 注意啊 但是再次注意 我不是要求你背 那我需要的是你读 读懂它 多读几遍 然后会分类 就是说我们得判断 说出现5B资金因素 那么这是动机压力类的 还是呢 机会类的 还是说一个态度借口啊 就要区分的 就要区分 甚至呢 有时候我们还要区分什么 这是需要报告的 还是呢 签资产的 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只是与虚假报告的为例啊 以此为例 不是说只有这些 而且呢 虚假报告的 这类5B分因素 和欠资产的 注意啊 对于这两种啊 情况 它的5B分因素的具体表现 并不相同 虚假资产的虚假报告的 它的具体的表现不同 此外呢 咱们在前面 也提到两个层面的考虑 对吧 业务层面 整体层面 在业务层面 考虑5B分因素 和整体层面考虑5B分因素 但是考是考 所以呢 我就是 那要仔细的阅读 包括教材 包括准则 包括指南 所以我是以指南为基础 那准则为基础 那来写的 我们这个讲义 所以范围其实要比教材更大 那这种观点要知道啊 要知道一下应对科幻题就行了 好了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这5B的这个因素 5B三因素 那需要报告的 首先动机或压力 咱们说了 5B者有5B的动机 这是5B发生的首要条件 这是首要条件 那么具体来看啊 关于这个动机或压力的表现 在需要报告当中 指的是这么几方面啊 个人经济利益与这个企业的关系啊 或面对一些基金指标压力啊 或外部预期压力啊 或企业的环境 那主要是呢 外部这种环境 造成了一些压力 这都压力啊 不是机会啊 这企业环境 只是外部那环境造成的一些压力啊 这话 那具体的 这个我再要求一遍啊 不要硬背 没这个必要 读几遍 那去感受这个东西 那首先 比如说管理层这一层 其个人的经济压力 受到背景单位的 财务的业绩啊 状况的影响 那这里举例呢 比如说 什么为债务提供担保 个人为债务提供担保的 那谁啊 高管对吧 管理层甚至呢 这种呢 兼任管理层的 这种所有者 那他这些大股东 又是那管理层 或者是董事长 治理层的这种 或者呢 他在背景单位 拥有重大的基地的 那这利益关系呢 特别是呢 有一些呢 持有股权的 这一块的影响 或其他的交易影响的 以及 管理层这边 主要是其报酬 有相当一部分 什么奖金呢 股票期选呢 或基于盈利能力支付计划 是取决于 背景单位能够提供一些 实现一些基金的目标 什么股价 经营成果啊 财务状况的 所以这个考试 特别爱考这个东西 对吧 再拿这个考我们 那他的个人奖金的 那或者是呢 股份支付这块 那么挂钩的 就是业绩 那由此造成的影响 所以他就有这种 实时舞弊的东西压力了 所以这里往往可能会有 重大财务风险 那再有呢 说经理管理层啊 或经理者 受到更高职级的管理层 或职级层 对财务基金指标 有过高的要求的压力 比如说定了过高的 销售业绩啊 盈利能力的激励指标 对吧 定了指标 还有激励 当然也有惩戒 那比如说 有的时候就是 董事会 说咱们把这个 管理层撤换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一个管理层 没有达到 我们的发展要求 撤掉 换新的管理层 新管理层 达不到也撤 达到了要讲 那是不是有些压力 而且往往是过高的 过高的 你要说有一定压力 这可以 比如说 有一些呢 说在这个企业 一般的情况下 那提高20% 一般情况下提高20% 那企业努力可能会达到 但有的呢 是根本达到不了的 说行业整行业 都是低迷 你非你是我这边盈利 而且呢 高水平盈利 这就不现实 对吧 但是人就会提出来 那可能就是 有这种舞弊的压力了 对吧 再有呢 说管理层为满足 外部的预期或要求 而承受过度的压力了 外部的这话 不是内部了 所以在咱们前面讲 关于业绩衡量 评价的时候 其实要考虑这个问题 外部的这边 对吧 什么上市的要求啊 偿债要求啊 额外的举债融资的 这个情况啊 包括有些研发项目啊 对吧 这类的 外部的这块 再有呢 就本身呢 他的这个企业环境 财务的稳定性盈利能力 受到不利的经济环境影响啊 行业状况影响啊 或者被审单位的运营状况的威胁的 整个不好 那那比如说 现在竞争激烈或市场饱和 而且伴随利润下降的 所以难以应对这种技术变革啊 产品过时啊 利率调整等急剧 那等这个益素的急剧变化 那这类的话呢 其实在咱们前面是不是都讲过 叫什么 外部的环境分析 对吧 我们在讲说 疗企业单位是有外部 有内部的外部环境分析 这类的 然后再有呢 客户的需求大幅下降 总体的这种经济环境 失败开始增多 然后亏损可能企业 使企业面临破产 丧生抵押品的 或者呢 包括一些新发布的会计准则 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的 造成影响的 那都是使企业面临一些困境 这个时候 面临困境的时候 其实我得存在着 我得活下去 怎么办 有的时候就想要试图 有一些需要报告的情况 来提振信心呢 同时什么 我这个摆在这 我哪像一摆在这 就便于赢得更多的资源 比如说你看 我的商业信用很高 我盈利效果很好 好了 是不是我采购的时候 收购可能就更大 你要知道我基础环境不好 我在你这买的时候 你说行可以买 等现金来 所以我一定要发布一个什么 好看的报表 所以你看我们的企业很好 我们能力很强 你看整个都低迷 就我们效益好 你是不是你跟我做生意 你想一想 你要跟我做生意的话 你看跟别人是没把握的 你跟我有把握 所以咱们你设够 对吧 你设够的这样的 其实呢 就是这类的 直接来说啊 就这类东西 你会啊 那就使得企业 面临着有这种舞弊的动机或压力 那这些东西啊 我过了一遍 让大家也需要什么 你多读两遍这些东西 但不要去硬背啊 但最后你能分辨出来 哦 这属于动机压力类的就行了 然后再一个舞弊的有机会 一定有机会 没机会 你光有动压力没用的 那 当然呢 如果人是有这种压力或动机的 那总会想办法创造机会的 对吧 那这个机会呢 一般表现为什么呢 比如说这种 内控的监督的失效啊 那种缺陷呢 或本身 其中结构复杂 或这种行业的投入性质 导致了有种舞弊的机会的 其实这里有一部分 就跟内控是有关联的 对吧 那从据义来说 比如说对管理所的监督失效的 什么管理层用一人或少人控制 缺乏补偿性控制的 对吧 说治理层对财务报过程 内部控制 实施的监督无效的 那管理层一人说了算 或少人说了算 强力管理层 治理层监督无力 那这时候管理层就容易造成什么 管理层舞弊的 需要报告机会 对吧 然后再有 说组织结构复杂不稳定的 那咱们叫浑水摸鱼 一乱起来 那就有这种呢 浑水摸鱼的机会 那是一道什么高管法律顾问 治理层频繁更换呢 对吧 组织结构过于复杂 有些异常的法律实体 或者管理层级的 那再有呢 是难以确定对病人单位 持有控制性权益的组织或个人 谁说算我也不知道 那你这些换来换去的 那是你们 管理层在这 所以我不管你们是怎么做 我管理层一直在这 我说了算 那此外呢 就是被人单位 本身所从事的业务 所处的行业的性质 这块 也有给财务报 做虚假报告的机会的 那行业这块 更容易造假的这块 比如说有时候 搞一些关联方交易的 那超正常性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的 这类的 找一些呢 未经审计的 或其他收入审计的 关联方 做重大交易的 那有了这个机会 对吧 或者呢 本身这个企业 处于非常强大的财务地位 在这种行业当中 有主导地位 这样的话 无论是上游下游 他呢 这种条款条件 能做出强制规定 导致一些不适当 或不公寓的交易的 那明明是 下面的客户这话 那他说我明年采购 那你说不行 今年你就得先拿走 今年就先拿走 但是你可以今天不付款 我这么做收入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肯定有啊 说你要今年不拿的话 那以后我都不给你做了 好了 你一拿走了 我这么做收入了 包括咱们现在有的企业 你要注意 有些企业 他这个报表很好看 但一看 也没见他的产品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有些东西 他先是 发给他什么 先发给他的经销商啊 发给经销商 他就劝收入了 但其实这个东西 并没有败到最终用户那里 其实堆在 交商那里 那这里的话 也是因为他有一些 特殊地位导致的 那再比如说 本身呢 可以从事一些重大异常 高度复杂交易 特别临近期末发的交易 而这交易能够按照 谁中心行事员的处理 是有疑问的 那这也给了他 舞弊的机会了 对吧 或者有一些呢 说自然负债收入 现在重大规矩就上啊 对吧 或者本身一些 经济环境文化比 不同国家地区 从事一些重大的 经济或重大快速交易的 等等 那都是这个机会的问题 对吧 那后面就不多说了啊 后面这些就不多说了 你们可以客户看看 前面我说过的 你要掌握啊 前三条要掌握 后面这几条就一半看看 要再有内部控制要素 有缺陷的 对吧 比如说会计啊 内审啊 新旧人员不能胜任 而频繁更换的 说会计系统新系统无效的 包括啊 内部控制有值得关注 内控缺陷的 那是不是内控的问题啊 你看 此外对控制监督不充分的 包括自动化控制有问题啊 包括呢 针对一些中期报告 这一类的是缺乏监督的 就直接报了 所以有些中期报告都没法看了 就是有的啊 这个企业因为特别上市公司需要报中报的 那中报啊 包括季报 有时候根本没法看 乱做一期 但缺乏监督 就直接报出去了 那这个时候也给了他很多的什么 舞弊的机会 那这是第二个 那一般来说啊 我们来看说倍是难为 说对于这个舞弊的这一块因素存在不存在 主要看到能看到的动机压力和呢 机会 这通过信息能看到的 但是还有一个需要忌口能力 对吧 或者是态度和借口 这个呢 其实呢 这个不大好评价 但也不是说没有 也是我们跟背景单位人员交往当中 能感受到的 那么这里一个态度 那一个是关系的体现 比如说态度 关系层态度不端 缺乏诚信的 或者这种关系当中 说关系层与智随外师的关系 异常或紧张的 这个呢 咱们可以一般看一下 比如说关系层态度不端 缺乏诚信的 什么高管呢 对吧 背景单位本身呢 治理层啊 有这些违法记录的 或者历史上 由于舞弊文化法律法规而被指控的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说这是一种 对吧 但有的时候 一有承接时就要慎重 要不要承接 有的人冒险 那你就要知道 这有舞弊的可能 对吧 他过于关注保持或提高 背景单位的股票价格和利润趋势的 这个呢 也是我们通过和背景单位管理层接触 询问交往当中 可能感受得到的 能感受到的 对吧 他有些态度啊 或什么的 但有时候就缺乏一个必要的事实 他可能就是这种态度 对吧 或者他有一些言语 但是呢 你要他说写个书被盛名 他不可能写啊 所以这也不算询问得到信息啊 所以这是让我们感受到的东西 对吧 那再比如说 他有一些啊 管理层 像分析师啊 这些人那些方承诺过 实现激进的 不切合实际的预期的 那这时候往往可能是一些 态度不端去发澄清的体现 或是总试图基于重要性原则 去解那些 处于一个临界水平的 那说就在一个边缘的 说在重要性边缘 然后说哎呀 这有重要性原则不重要就算了 那这类的 那么这个注意啊 对于财物来说 对于官层来说 错报就有错报 他是不允许的 你看啊 说这个企业 无论做会计 做管理 他都这样的不容忍错误 偏偏就到快处理当中 他就给你重要性拿出来了 说哎呀 这个玩意有重要性原则 这玩意不重要 对我们前来说 这个不够重要 对吧 你们不有个审计重要性吗 说这里就不属于重要性的了 那其实这是明显有问题的 对吧 啊 这样种啊 那我不一个一个说了啊 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呢 和我来看一看 啊 这是态度不端的 这些啊 那再有的时候 那直接表现出来 跟我们关系 异常紧张的 对吧 比如说会计审计 报告是这样 与现任或前任有争议的 那这个咱们前任沟通当中就可能会发现 所以那里获得信息 对于评价 物病因素 他也影响的 对吧 那再比如对我们就人员做限制的 就信息做限制的 不适当的限制的 那比如有的军工企业 人家保密的东西 那的确是适当的限制 没办法 他不可能让你看的 谁看都一样 都不让看 但有一些是正常的信息的 正常能看到的 就不让我们来看 不让我们接触 那其实就不适当的限制 不适当的限制的 或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的 那比如说出这个报告时间 不合理的时间限制 有着大集团公司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大集团公司 那你要知道 结账也很费劲 对吧 然后我们谁也费劲 很多新资料不给我们呢 新资料没给呢 好了 你车长第二天就问你 什么出报告 对吧 你说那当然我们要怎么安排 人家说不行 对吧 最晚这周周末 你一看 已经周四了 你说你那么多资料 都没给我呀 那我不管 对吧 你们必须得周五就出报告 那这类的往往是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通过这类情况 我们发现 他其实是通过这种办法 来掩盖他们里 那一些需要报告的行为的 对吧 因为你着急呀 你干不完呢 于是有很多东西就得放过 这么一些东西啊 这话 包括对我们有些态度的问题 像这类都是一个外在体现 但是这类不像我们这种呢 说动机压力呀 或者是呢 这个机会通过其他信息 可以证明 这里主要是一种感受 那主要是一种感受啊 这话 那这是咱们来讲 关于5B3因素 这个内容 那好了 注意啊 我们说这个5B3因素 其实是什么 其实主要是前两种 我们在前面 在审议当中 分野评估当中 是有种种信息 我们要分析 对吧 所以控制环境也有 对吧 对吧 内部控制也有 然后呢 被人单位的这种外部的 内部的都有 包括呢 财务业绩 只不过我们要考虑 说相关信息 在5B因素下的体现 然后说 哦 这是不是可能导致5B因素 然后呢 和被审单位交往当中 也会感到他们一种 态度的问题 借口的问题 那么这是第三因素凑足了 第三因素凑足了 这话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考题情况 去年呢 在咱们这个回忆版当中 有这么一个题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多选题 下列选项当中 属于5B风险因素的 A实施5B的动机 B使你的固有限制 C实施5B的压力 D为5B需要借口的能力 5B行为需要借口能力 动机压力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对吧 然后呢 你得有机会 然后呢 你得要行为合理化 需要借口能力 所以 A C D 审计的固有限制 并不是5B的分因素 所以呢 B是不对的 A C D 正确答案 对吧 所以这还比较容易 判断出来的答案 ACD 然后 这个题目 对象题 那这就不是回忆版的了 这正常公布的了 说下列有关 5B分因素的事法当中 问正确的 A 存在5B分因素 并不必然表明发生5B 有5B分因素 就发生5B吧 不一定 对吧 所以呢 这个A 没有问题 B 说5B分因素 包括 实施5B的动机压力 实施5B的机会 为5B行为需要借口能力 5B三因素 正确 然后 C 说5B分因素 在编制 虚假财务报告和其然自然 两类5B行为中 是有相同的体现 那么具体体现 咱们说 往往是不同的 对吧 虽然咱们有的时候 其然自然 它也会表现出来 有些虚假报告的 但并不是它俩 必然相同 所以 C 不正确 D呢 说对于不同规模 不同所有权特征 和情况的背景单位 5B分因素 在评估重大错误 方言时的重要程度 可能不一样 那咱们说 关于5B分因素 它的重要程度 首先不能排序 而且不同企业啊 这个5B分因素 它影响不一样 那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 咱们是讲过的 对吧 这个不同企业 它的重要程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D是正确的 所以答案是 AB和D ABD 然后呢 往前决 20年 20年 这也是考证回忆版的 一个题目啊 说下理性当中 可能表明 被人单位 存在虚假报告机会的 那就说 这类的 首先它已是5B因素 而且是虚假报告的 然后海底是 5B3因素当中 那个机会的 说背景单位 在经济环境文化 背景不同国家地区 从事重大经济的 那其实这就是 有虚假报告的机会 这咱们讲过的 这咱们讲过 我但凡说 我给你讲的 读的这东西 你要看 有时候这个都自己看看 那这个呢 你就纯粹是什么 自己刻刻看了 但你看这个 这个就考了 对吧 这个就考了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 而且是虚假报告的 并呢 说管理层对新技术 缺乏了解 这个可不是虚假报告的机会 它的确是个机会 因为管理层缺乏了解 谁有机会 员工 员工 因为你管理层 不了解这个技术 所以员工这话 特别是新技术人 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权限 所以他有了侵占资产的机会 不是虚假报告的 因为员工来说 他虚假报告 没什么太大必要 更多是通过对你 那说新技术缺乏了解 我主要考虑 其他资产的问题 所以它是个机会 但不是虚假报告的 是其他资产的 这一个啊 所以B不对 C呢 说控股股东 被备引单位的债务提供担保 那这是舞弊的什么 动机或压力的问题 对吧 动机压力这话 他是需要报告的 但是动机压力 那 D呢 说对管理层的费用支出 监督不足 费用支出 监督不足 这也是一个机会 但是呢 他不是需要报告的 这主要是管理层 其他资产的 就管理层随便报销 随便报销的话呢 咱们说 把这些费用 那乱报一气 把自己不该报也报了 那是不是欺瞻公司资产了 所以他是欺瞻资产的机会 所以呢 其实这题还蛮有难度的 就是要求我们要区分 首先 这是需要报告的 还欺瞻资产的 其次呢 还得分 这是机会 还是呢 动机压力 所以这题蛮有难度的啊 这话 那咱们说 课后 但还是要好好的 把相关的内容看一看 所以呢 关于呢 这个欺瞻资产的这个 三因素 我放到咱们的讲义后面 你可以课后看 但还那句话 并不是要背 多读几遍 其实就能知道在干什么了 多读几遍啊 别硬背啊 多读两遍 那读熟了 也知道 怎么去划分了 有些东西是这样的 不是要你背的啊 好吧 好了 那这是呢 咱们说对于5B的 风影评估这一块 这个内容 又是在我们风影评估当中 我们要考虑 这种5B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要根据 我们收集到的信息 来考虑 这5B 特别5B三因素 那这考试当中 关题可以考 刚才已经看到了 主关题也可以考 考到分析评估当中 那分析评估到时答题的时候 你就要带上一个什么 有5B导致重要错误风险了 原来答题时 只能评价说 这个是是否会导致重要错误风险 现在答题看有5B因素了 你加上有5B导致重要错误风险 就可以了 但后面 咱们会安排专门的 那一个课程给大家讲 分析评估那个怎么做 咱们现在主要是应对科幻题 以及对分析评估先有个基本认知 先把这信息先看懂 好了 对于这个内容啊 咱们说比较多 这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要让大家先消化理解了 5B说完了 咱们再考虑什么法律法规啊 这个考虑 以及呢 说对于呢 这个解决审计的考虑 那两个重要程度要低的多啊 不用着急 好了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进入我们下面的学习